第四个议题要跟大家分享的 我看到的着实有点吓了一跳 因为之前发现中国大陆的无人机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看一下它 也没有其他作为 就看到就算了 也不至于惧怕 现在这个议题出来了 大陆的无人机闯恶胆 拍摄者酸 国军吓得跑光光 金防部怒刺 首先我们还是回想一下 前一年前两年的时候 我想在金门地区 曾经就有多次的无人机 大陆级的无人机入侵的记录 甚至也拍了状况 上传到这个平台上面 那个时候 国军就雷厉风行 就有什么枪 或者是什么样的处置方式 或者是干扰器 来使这个无人机无法发挥作用 然后就成功捕获这些无人机 这些事情 我想在这一两年持续 应该都跟你战备演训相关的 任务状况 一起相作结合 来做相关的对应工作 所以呢 当你这个单位 常常在演练状况的时候 你会不加思索的 直接做出当下最需要做的事 是不是 就像我们营安演练 我们营区整体安全防护演练 经常在演练各项的状况 甚至督导官一来就状况条 直接丢给大门 或者丢给待命 待命班班长 那开始做处置了 然后你就觉得 那个处置的过程是非常顺遂的 为什么 每天都在做啊 大门群众聚集 怎么做处置 不用想了嘛 赶快哨子拿出来吹 应变舞就赶快就设计位置了嘛 然后就开始什么 关大门上帝室上巨马 就已经变成一个 就不用厕所就直接做了 那样的部队才可以知道 他们平时都有在演练 如果你今天在大门下了一个状况 结果呢 两个人还撞在一起 然后呢 地次还拉错边 那这个单位 我敢发誓 绝对没有在演练 所以有一次 我还记得我在部队里面 有一个中校主官 在跟我留守的时候 他就突然有一天 准备要离开的时候 就跟我讲 他说 跟你在一起 这个留守 我觉得非常安心 其他人我都不放心 那我就想 跟我在一起留守 为什么很安心 其他人跟我留守 不是做一样的事 为什么 很不放心 后来他偷偷跟我讲 因为他要离开了 他要掉到别人台 他偷偷跟我讲 跟我讲说 你们那个谁谁谁 留守的时候 那个假日 盈安 都没有在跑的 对 他都怕事情做不完 就八点 战情交接汇报 这个交接完毕之后 主官 实施任务 提示完毕之后 就开始分配工作 都没有在演练 我都很怕 那个金门 歹徒 闯进去的 那个事件 会在我们营区发生 那我就有点感慨 因为我在留守的时候 绝对会迎来演练 而且呢 时间只会长 不会短 那如果今天真的是 长官分配的 假日的工作很多的话 我可能还是会演练 但是呢 可能就把时间缩减在 三十分钟之内完成 完成 那 那我就很好奇说 他在的时候 他不演练 那他拿什么资料 去上传到军团级的战情室 因为我们每天演练的状况 都要拍摄 然后上传一些相关的 这个文字讯息之后 传送到军团级的战情室里面 然后呢 他就跟我说 哎哟 他每次都把他抓资料出来 用这个小画家 缝缝补补的 就送上去了啦 反正 军团级的那个人 又不会看这个阿兵哥 是不是今天当日留守人员 听科长 听银长这样讲 好像也对 不过我觉得 这造假的工作 我是不会做出来 所以 所以你会看到 你这个单位 有没有在演练 真的会发生出 因为我自己也曾经担任 那种裁判的人 就是 彻业营区 整体安全防护的人员 你就一到那个部队 你看那个手忙脚乱 你就知道他们部队都没在练习啊 对不对 或者是我之前在测验 因为有一段时间 长官对于琴拿 夺刀夺枪都还蛮 蛮重视的 那其实琴拿夺刀夺枪 并没有自私化的一个进场方式 所以各单位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进场 那你有时候在测验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有的单位真的准备的很 可能演练很多很多次 有的单位根本就没在演练 你看到人还会撞在一起 对不对 枪还拿错边 前后还相反 那个就真的都没在演练 所以呢 今天这个议题一出现了 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完蛋了 外岛人员会不会想说 自从上一次那波无人机事件 那台湾的人民呢 也知道说我们外岛人员都有在实施演练 然后呢 都有对这个无人机的处置方式 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SOP 所以呢 他们就不做了 也不演了 只有你不做 你就会因为人员的更迭 或者是记忆的衰退 对于那个状况处置会越来越不熟悉 所以我觉得今天 国军吓得跑光光 为什么会跑光光 因为他们脑袋充斥着这种鸵鸟想法 我今天只要不被那个无人机拍到 你就拿我没办法 我今天只要被拍到 那个人把这个照片上传到平台 各个影音平台的时候 我就完蛋了 我就会被陈处 所以呢 我看到无人机 我不是要去拿干扰枪 我不是要拿这个捕捉枪 我赶快跑掉 大家想一想 我们以前小时候啊 可能是我这个年代 我们一些小时候 如果不小心在校园里走动的时候 一听到将棋的声音的时候 一听到将棋的声音的时候 不要说我们小时候啦 我们拿国军的单位来讲 你在这个训练完毕 然后开始在做自己的这个自主训练的时候 在这个广场之上 或者是在这草坪之上 你突然听到将棋的这个声音的时候 很多人都直接冲到这个室内去 有没有 有没有 大家有没有印象 有嘛 那你跟这些人有什么两样 你就头鸟心态 我只要不要被无人机照到 我就不会登上影音平台了啦 那我要你干嘛 我要你的是要去处置 不是去躲避 那躲避谁不会 你叫那三岁小孩子说 上面有一只老鹰要下来咯 他也会跑去躲啊 我还需要你看到无人机跑去躲 我要你的是处置 你看到无人机 你的处置作为是什么 我跟你讲 今天中国大陆的无人机过来 你跑掉 跟你中国大陆的无人机过来 停留在那边没关系 你就去拿你的干扰枪出来对着它 他把这个照片或这个影片放上网路之后 每个国人都会很安心 我们外岛的弟兄真的很辛苦 看到无人机就一次 都是SOP的作业程序 人家会觉得很安心 你不是你跑掉 如果你今天因为无人机而跑掉 今天人家开一艘船过来 你会不会因为火炮射击而跑掉 我们不知道 那对于本老的人员会不会觉得 你外岛都这样了 那我还需要你外岛吗 那我怎么可以把我的幸福 寄托在外岛人员身上 所以我觉得金房部怎么怒斥 我完全不会想要理他了 因为我看到事情的本质就是 你这些人员对于看到无人机是无法做处置的 所以他当下只想到一个字 逃 只想到逃 所以表示这一年 原本前一两年 无人机还蛮频繁 后来有停了一阵子 表示你这一阵子都没有再加强演练 你已经把无人机这个状况演练已经忘记了 你都不在平常演练 营居内外的外防突袭 内防突变的相关演练而已 你对无人机这一回还没有在演练 或者是无人机相关所需求的弹药 你已经没有了 反正现在无人机没过来 上次那什么干扰枪的子弹用完了 什么捕捉枪的子弹用完了 也没有再买了 反正无人机不会过来 所以这两个演练的项目也没有 也没有把它拿出来继续演练了 那就会造成现在的状况 他根本不知道无人机的处置方式是什么 所以当下他第一个想法就是逃 就是逃 逃对于我们来讲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你外岛受不了就逃 那我们本岛怎么办 我们是最后一道防线 你外岛遇到这种事情 应该要强力的去运用干扰枪或捕捉枪 把它做相关的处置 不是逃 你逃对于我们本岛的人员 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所以这个本质 我觉得金房部你也不用怒斥 因为你的问题最大 你的督导官在去各单位督导的时候 有没有把这个无人机的相关处置 每一次都对下级单位做命令的下达 然后让他们做相关的演练工作 有没有 还是连你自己金房部的承办参谋 你也忘记了 你也觉得那是两年前才有无人机 现在自从我们做了一系列相关的规范 跟这个武器装备的筹捕之后 也都没发生了 所以现在也不用吗 是这样吗 还是那些演练状况持续都要下去做 所以我觉得金房部不用怒斥 你的责任也很大 你的责任也很大 所以我可能跟大家看到这个无人机 国军下跑跑光光的想法不太一样 我是觉得这些人员真的可能对于无人机的处置作为 已经没有在做了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看到无人机要做什么样的处置 所以还是希望外导的人员对于相关无人机的处置作为 一定要非常经常性的练习 每天练习也可以嘛 对啊 让他变成一个反射动作 一看到无人机第一个就是到这个待命武士的枪柜或这个待命班的枪柜 赶快把捕捉枪或者是这个什么干扰枪拿出来 就变成一个很很不需要思考就可以做的动作 那就表示你成功了 当你不会这些处置作为的时候 你才会跑去躲嘛 所以希望金房部呢 对于所属单位 你下辖的所属单位 对于这个无人机的处置作为 一定要严加的去考管 去考核他 去管制他 让他变成一个很基本的一项技能 所有人都会 也不用说我干扰枪一定要班长拿 阿兵哥也可以拿 让他变成在外导求生存的一项技能 你就成功了 希望我们金房部能好好的加油 这是第三点要跟大家做分享的